在過去一個星期 暴徒在全港多區肆意倒路 掘起磚頭割斷了登柱來做路障 大家都會見到有暴徒 在中文大學的二號橋 向吐露港公路 向無辜的道路使用者 投擲汽油彈、投擲硬物 惡意癱瘓了新界的主要幹道 也有暴徒在理工大學的天橋 多次破壞和堵塞紅磡海底隧道的設施 暴徒的這些行為已經遠遠超離 背離了他們所說的公義 他們只是為了破壞而破壞 為了自己所謂的政治訴求 挾持了全港七百萬的市民 行為是極度自私和卑劣的 過一個星期我們看到一些市民 已經無法忍受這些暴力行為 在多區自發地清理一些路障 希望盡自己的一分力 為自己的家園、為自己的香港 恢復秩序 但可惜這些暴徒已經近乎失控 在不同地方肆意襲擊普通市民 包括在高處向他們投擲燃燒彈 在街上對他們執行私營 這些行為極度冷血和可恥